又到了大風吹的淡水 海邊 其實我每次呢 都說要把那個耳機給捂好 不要被風吹出很多聲音 但是效果好像不太好 你看我的後面有船 我剛才看到一個蠻好笑的畫面 就是有三個人就在那邊 那個斜坡要到海裡面 要到那個斜坡船的那邊 有三個人 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這是年輕人 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 應該是男女朋友 然後他們就在講話 然後眼神情意流轉 這樣子 另外一個男生就在旁邊 這樣子有點尷尬的 做一些其實也沒什麼事情的事情 我就想起說 過兩天呢 嗯 不是過兩天 應該是明天吧 還是 情人節就要到了 七夕情人節 話說呢 嗯 可能是商人 在 聳動這個節日 讓大家能夠多買一些禮物啊 給女朋友啊 男朋友啊 互表情意啊 什麼的 但是 呃 不會耶 在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 這個 嗯 人們來說 幸福的人們來說 還是可以接機會有一個表達 然後 創造一個 就是 嗯 愉快的 一個經驗 一起去哪裡玩啊 有這個經驗 有這個機會 可以慶祝一下 什麼的 啊 對於剛才旁邊站著一個孤零零 沒有女朋友的人來說呢 就有點尷尬了 不過 應該 沒關係啦 因為他們既然會這樣子的三個人的相處 表示他們三個人應該都是好朋友 我不曉得耶 我常常看到月亮都覺得很漂亮 但是我用手機拍月亮呢 其實 完全 沒辦法拍出 我想 我眼睛所看到的樣子 就是很漂亮的 拍到都模模糊糊的 拍到都模模糊糊的 今天的水面 海面是平靜的 其实平常也是蛮平静的 我不晓得淡水河这边 是不是因为还在河 然后跟海的交界 是在比较前面一点的地方 更前面一点的地方 所以属于河的话 还没有那么的有很澎湃的海浪 所以常常其实是这么平静的 偶尔会比较多浪 还有听到声音这样的海浪海涛的声音 那是因为有船开过去 这个船有一个叫做蓝色公路的 意思就是说在河面上 然后有船开来开去 然后就是带你游这个河这样子的 它叫做蓝色的公路 可以带你游河 大概好像三百块吧 不晓得多久时间 我是觉得我没有去搭过那个船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很有机会去搭这个船 主要的原因是 主要的原因是 我觉得在河岸边看船开过去 是比较美的事情 比较浪漫的事情 然后在船上 看湖面的情况 我是觉得 应该不同的味道吧 有没有我在河岸上 看船开过去那么浪漫 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觉得在岸边看 比较美 风很大是很好的 只是会入进去比较不好 哇 今天是涨潮 所以呢 原本在这个 海岸旁边 那个会露出来一些 石头像海岸的东西 今天是完全没有 今天河水算是 满满的 今天风也比较大 其实已经比平常 在浪已经多一些了 比平常大 听不听得到 有点水的声音 今天月档真的好亮 你看看 哎呀可是 哦在这儿哦 你看看 用镜头看还是比较 没有那么漂亮 就那么一个小白点 没关系 就当作跟我一起散步就好了 哇 你看啊 哎 这边看得到岸边石头的 哦 所以还有更满潮的时候 我这边还是能看到一部分的 岸边的那个石头 我现在 这一块地 这块地 从这边拍过去 你看到没有 一大块地 以前是没有的哦 以前的海啊 一直是到那个 有灯那边 那边都是一排的商店 以前的海是在那边 水面到那边 所以这边 这边我所拍到的这边 都是被拓出来的 都是被拓出来的 很大一片地方 然后让很多人 很多人都可以来这边散步 变得很大一块 以前这里是 蛮 可以说蛮偏僻的地方 自从捷运开始以后 还有这边慢慢的拓开来以后 来这边散步的人就多了 这一块你看 全都是拓宽出来的 我都已经快要忘记了 以前还没拓开来的样子 以前 以前还没有 还没有捷运的时候 这里淡水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远 是超级远的 要很久很久的 很久久的才能够来 才能够到达这边的 你看这里是多少 现在位置 金色水岸淡水河 6.2公里 每天都来也是来不腻的地方 有没有 风有没有很大 怎样才能够把麦克风遮好 不要 不要有那个风 不要有风吹到麦克风里面 大家就不要计较了 我没有办法 我已经尽力了 跟着一起散步就好了啦 不过我 大部分也是自己录开心的 有没有听到 街头艺人的歌声 这个街头艺人我很喜欢 因为现在有一点年纪了 然后唱得很好听 弹吉他又会弹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 在这我散步的时候呢 都喜欢靠近海边这边的散步 比较没有靠近那个商店那边 一则呢 我没有那么爱逛那个商店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 这靠近海边就比较安静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风景比较好 这样子 因为我上传YouTube这个 街头艺人唱歌 我知道这应该是会有 规范到版权的问题 只是我现在还很小咖 所以没有这个困扰 而且我真正只是想分享的心态而已 多好听啊 你看看 他们都要考证照的 所以他们一定有一定的水准 唱歌有一定的水准 诶 我是镜头都应该要看哪里才对 应该看这里吗 应该看这里才对 但是我呢 常常忘记 就会看那个 荧幕上 我们来看一下 街头艺人 你看 就在我身后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了 每次都散步到这边就 停下来听唱歌这样不好 因为运动量太少 其实我没有近距离看过这个 街头艺人 看看帅不帅 好像还蛮帅的啊 又会唱歌啊 长得又可爱 然后我每次远远地拍他 其实灯光都不够 所以呢 连都没有拍得很清楚 但是歌声可以拍得很好 你看看 哇 没办法 拍不到那个水面 有没有听到声音 有没有听到海浪的声音 要运动其实不能走太慢的 记得我以前也曾经学过一阵子的吉他 然后跟着老师学 然后那一阵子会弹几首歌 我学的是古典吉他 因为它是尼龙弦 就是可能据说手比较不会痛 结果还是一样 就是手指头当然都很 都破皮结件的 这是一定的 这是老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 学不成的原因不是别的 就是我没有耐心 没有好好的去练习 水深危险 勤务细水 从这样自拍的角度呢 字都是反的 我不晓得播放出来字是不是反的 我又看到飞机飞过去了 这边有至少两个航道固定的 然后飞机的频率非常的迷 一天到晚就是 至少晚上来的时候是飞来飞去 很多 没过一会儿就飞过去一台 没过一会儿就飞过去一台 那你们看那边的商店 也没什么 这是那个 不晓得手机的问题吧 拍的都不是很清楚 是的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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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很多人坐在旁邊乘涼 剛剛經過的那個街頭藝人 他常常會說 哎呀我今天會演唱到極點啊 然後歡迎大家買東西來這邊 邊吃東西 邊聽 聽我唱歌 然後他也會跟那個 旁邊的朋友們互動 我也覺得這樣子 就是營造一個很親近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的 看到沒有 看不到 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在 那個 岸邊的石頭上 前面走過去又是一個會比較熱鬧的會比較熱鬧的一段 因為他這裡陸地上陸地這一片廣場 他就慢慢的縮窄了變窄 然後就必須我就必須走到那個 商店的旁邊去了 你看 越來越窄越來越窄越來窄 我就越來越靠近商店 前面 我是很想走到前面的榮樹那邊 我是很想走到前面的榮樹那邊 我對焦往那兒對了我也不曉得 就小小的 我對焦往那兒對了我也不曉得 就小小的 現在都沒有 沒有人放 因為可能今天不是假日吧 你看那餐廳門口閃亮亮的 小朋友多在騎滑板車的 前面 坐前面又上了 可以看可以控制又可以 控制 狗狗 哎呦 啊啊啊 狗狗 好了又來到這個照片區 上次我有幫 跟大家念了幾個照片的說明 有時候也不曉得要錄什麼啦 沒落的淡水港 上次好像有錄過 好吧今天就錄到這了吧 拜拜 拜拜 走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